大家好 欢迎收听《妄想编辑部》的节目 今年已经到了2024年2月 俄乌冲突大大话话已经打了两年了 现在又发展成什么呢? 在这件事情上 很多国家都不再太关注俄乌冲突 反而更关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战争 加上俄乌冲突打了两年 很多人对来自乌克兰的消息已经不再感到有什么新意 还有就是虽然一众西方国家在过去的日子不停地支持乌克兰 但是实际上俄罗斯在这场战争里 总体来说都是处于上风 西方各国一众的经济在财不单对俄罗斯无效 更加使得俄罗斯在能源出口贸易方面获得空前的胜利 加上在美国国内已经有不少人 不止感到对乌克兰疲倦 并且有不少声音就是很反对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 这种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共和党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都有很多问题 尤其是美国边境难民问题 大量的非法移民闯入美国 令美国不少的州都受尽这种非法移民的压力 使得共和党和执政的民主党之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政治冲突 这些问题也转移了不少公众视线 好了 今次我们就想看看英国现在就有什么政策还在帮乌克兰人呢? 原来根据英国的媒体报道在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 英国就很快就实施了一个叫做Ukraine Family Scheme 乌克兰家庭计划的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为了应对乌克兰危机而设立的移民计划 目的就是要帮助俄罗斯入侵影响的乌克兰人 而这项计划主要就是为在乌克兰的人能够给他们在英国的家庭成员团聚 这项计划主要的特点就是给居住在乌克兰的一些亲属或者家庭成员 可以透过这个家庭计划尽快地在英国居住 包括成为英国公民或者快速获得永久居留权 透过这个计划给到乌克兰公民可以申请一种得庶的签证 容许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在英国居住、学习和工作 而且也无需事先获得工作许可或者学生签证 至于在申请程序方面 申请者只需要向英国政府的官方网站进行申请 同时提供个人讯息和证明文件 和证明他们在英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足够了 而这个签证通常会给到一个长期居留的支架 不过每个人的具体有效日期也会根据个别的情况而有所不同 但是通常在这个签证计划里面都可以很快批出 不单是这样 是否英国政府更加提供不少在生活上的支持 包括学英语、帮助就业、提供住房和医疗服务 希望可以快速帮助来自乌克兰的难民更好地 融入英国的社会 这个措施的设立也反映出英国政府对乌克兰的危机回应 不单是出于人道主义援助的承诺 同时也给予到乌克兰的家庭可以在英国有一个安全的妻身之所 一个这样的计划 大大话话 实施了两年 但原来英国政府已经静悄悄地把这个政策取消了 当然了 我相信英国政府这样静悄悄地取消这个政策 都是不想在一个张扬 而同时也评估过 目前俄乌冲突里面所对乌克兰人的影响 已经不再好像两年前那么厉害了 不过就有英国的反对派就觉得 英国政府这样做是很残酷的举措 而在过往不少人透过这个乌克兰家庭计划 去到英国的人也使得英国出现很多很多的乌克兰人 不过当然了 多了这么多例子另一个国家的人 也会令英国的社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而且有些例子也颇为搞笑 例如有乌克兰的女人抢了别人的老公 又或者有些乌克兰人认为英国所提供的住宿设施很差 而而就遭到大量的乌克兰人的批评 这些社会的问题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因为毕竟多了一大群一来英文不太懂得说的人 二来就是来自一个圆圆寸寸 和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一堆人 一杀视之间就不可以那么快适应 现在英国政府这样取消了这个计划 那解释又是怎样呢? 根据有英国的官员就这样说 我们将这个程序更加简化了 并且将它命名为HOME FOR UKRAINE 叫做乌克兰之家的计划 来对满足乌克兰人的需求 原来有一个新的计划来代替了这个计划 新的计划是否比起这个已经取消了的Ukraine Family Scheme 乌克兰家庭计划更加方便更加容易呢? 原来实际上又不是的 单纯新的计划的申请时间长了 而且条件门槛高了很多 另外有报道也引述当地是专门从事移民 与求庇护事务的大律师 他的名叫做Jennifer Blair 他就说 英国政府没有任何警告情况下 就取消了这个叫做乌克兰家庭计划 阻止更多的乌克兰人去到英国 是完完全全不道德的 这个应该要由当地议会同意 新的乌克兰之家的计划 是要获得当地议会同意 以及根据不同的收容计划 才可以给他们住所 另外跟着他也这样说 这个也就是意味着 英国有些弱势以及残疾的家庭成员 很可能连英国都去不了 其中有例子就包括 例如很年纪很大的双亲、家属 又或者不可以上下楼梯的残疾儿童 这样这个新的措施使得英国的担保人 没有办法可以担保到 这些乌克兰人移民到英国 还有现在乌克兰很多的男性都变成残疾 其实有不少他们都很想和他们居住在英国的子女团聚 但是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新的政策使得不少的乌克兰家属都没有办法在英国团聚 那他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有不少的残疾人士呢 因为战争就真的很残酷 没错 在乌克兰真的多了很多残疾的男性 这个也是多得战争所持 事实上在较早前在战争爆发 初期的时候也有不少的家庭成员 有少少钱的都去到英国 尤其是家里的老婆子女 所以先去到英国安顿 但是在战争爆发初期 乌克兰就已经宽布了一行禁令 就是不容许成年男性离开乌克兰 不过战争发展了这么久 也都制造出不少的残疾成年男性 断了手断了脚 上不了战场就让他们退役了 退役了 退役了 当然也可以出国 他们的家人 有不少的也去了英国 但是现在 英国这样落袖 使得这些退役的残疾人士 真的没办法移民去英国 和家人团聚了 事实上 较早前内政部也宣布过一项消息 这个就是 你们寻求庇护的瓦克兰人 那个签证申请是要延长18个月 但如今连这个瓦克兰家庭计划都取消了 连申请都不让人申请 其实自从战争爆发以来 已经有多达20多万的瓦克兰人去英国 而第一批的签证将会在明年3月到期 那如果去到明年3月到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逐签呢? 这个也好看个别瓦克兰人 他们当中的条件 其实是不是或多或少也透露了 一个信息就是 英国政府经过一系列的评估 是不是认为俄乌战争已经是接近尾声呢? 好了 根据Scottish National Party 苏格兰民族党也批评 政府这样强迫瓦克兰难民 不能够安全地留在英国 这种做法是非常残酷的 除此之外 影子移民部长Steven King更批评 政府部门需要紧急解释 这个新的政策变化理由 以及要他们解释 如何能够确保 烏克兰人不会因为这些变化 而面临更大的风险 他更说 虽然通过这个签证计划而入境的人数 已经减少了很多 但是很多人仍然是处于非常绝望的境地 尤其是乌克兰军队 在顿涅此刻做到猛烈的炮火集击之制 竟然限制他们家庭成员的权利 这是否向乌克兰人发出错误的信息 究竟我们英国还是否站在乌克兰那边 另外也有媒体引述 一名例子接近内政大臣的消息人士说 那些已经在英国的乌克兰人 就暂时不会要求他们离开英国 而事实上 他们也可以容许留在英国更长时间 但同时也不会阻止那些想申请去到英国的乌克兰人 因为我们英国还仍然站在乌克兰那边 这是事实 英国的公众仍然是很自豪地很乐于帮助这些乌克兰人 你明白人士说的东西可不可信呢? 我就觉得它只不过是表达英国目前的立场而已 但实际操作起来往往可能会带来不少的阻滞都未定 还有就是自从新卫城上台之后 这届政府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大的压力 就是一些反移民的压力 英国由于有大量的非法移民 正是冲击着英国的社会稳定的 现在英国这样静悄悄落习 我相信也是想减少来自外来移民在社会上的冲击 或多或少 这也反映出英国实际的民意 我认为落习对英国也不是什么坏事 太多外来的人冲击着英国的社会 尤其是对来自湾南的人 他们本身有没有一技之长 如果来到英国只是靠食福利食救济 其实对英国的财政都真的有很大的压力 目前英国的大方向就是希望可以吸引高端的疑民 而不是这些低端的难民 所以现在英国静悄悄落习 我认为其实都是很合理的 因为我们所见到的消息就是 目前俄乌之间的冲突 就不是全国范围之内的冲突 也不像以色列那样狂轰濫插 加沙地带的情况 杀死大陆平民 主要的冲突点都是在前线 后方的其实都颇为安全的 还有一点就是 有些去到英国的乌克兰难民 后来他们都主动选择回到乌克兰 所以从这一点也解释到 为什么透过乌克兰难民的计划 入境英国的申请人数持续下跌呢 好了 有关英国的话题今次就讲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